大家好,我們剛剛解決了我們的升級問題 歡迎大家回來收看第二集的大行尋寶 我們今天邀請了景楊和Eric上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香港賭業股票目前的情況 昨天7月1日澳門推出了上半年的博彩收益 究竟有什麼重點呢?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昨天出了報告之後的三大重點 澳門博彩收益是年跌了九個月那麼多 第一個重點就是六月份的博彩收益 總數是按年跌了97% 第二個重點就是上半年澳門博彩的總收入 較2019年的同期是跌了77.4% 而第三個重點就是今年2月到5月 每個月的按年跌幅分別有87.8% 79.7% 96.8% 和93.2% 我相信大家收睇的觀眾 其實都知道 為什麼博彩業會跌得這麼厲害 是的 其實大家今年都知道 因為疫情的問題 再加上其實有一些社運的問題 所以大家無論是心情上面 還是實際上面 都沒有辦法去過關 其實我們也看一些數據 你可以看到就是 豪賭股本身整體來說 整個重點兒 不要緊 總共的比例來說 整批豪賭股都跑輸大使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新豪國際金沙 其實這兩隻和北斗比較多 由年初到現在 總共跌了三成 比較跌得少的奧波 奧波只是跌了3% 所以你看到總體來說 其實整批股份都是跑輸大市 但是我自己也看到 跟Eric也說 好像有些報告看 不算看得太淡 但又不一定一定是 看前景 是吧 看前景也有得拆 我們不如看看 究竟其實他們的報告說什麼 有些資金有機會部署這兩方面的報告 不要緊 Eric直接說吧 其實今天就帶了兩份報告上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別是UBS的瑞銀 和Mon Stanley的報告 他們基本上都是看好澳門股的 可能他們知道 未來也有機會 始終都會通關 那些資金有機會是部署這類股票 是 那我見其實瑞銀也有說 就是說 就是他自己猜 就是說 6月到7月就可能個人油會重開 然後就說 豪島股 原則可能遲少少了 然後就說 豪島股第一季總體來說 它的業績其實反映到 它的流動性是比預期好 第三點就是說 瑞銀也有將目標企業價值 對於伊比達的倍數 調升到11.4% 是 沒錯 這一個就是瑞銀說的 那大摩又怎樣說呢 大摩基本上 其實他的看法和瑞銀有少少不同 是 他基本上Mon Stanley 其實他就說 就是他覺得 貴賓廳的前景是會好過中場 而這個高端中場 又會比低端中場 又值得看好一點的 那他們會覺得就是 因為你現在 有那個叫社交距離 那你可能一張賭桌 你都是坐得三個賭客去賭 那變成你中場的業務 利潤可能是會壓制得很厲害 所以變成他就有這樣的call在這裡 我又不太明白了 其實兩間都是 平時會對很多不同的股票做分析 其實他們看的資料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他們兩間會有這麼不同的看法呢 那其實正正就是他們那個 在看接下來的那門生意 就是Mon Stanley 可能他會覺得 VIP值得看好一點 所以變成有些 有些賭業的公司 如果著重一個高端中場 和VIP業務那些 他就會稍微看好一點 但是反過來 瑞隱就看得簡單一點 就是他覺得 總之我算出來 那個股價比起他認為心目中的目標價 相對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他就會call by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看好哪類 甚至他在報告裡說 金沙相對來說是落後一點 所以變成他也建議買金沙的 嗯 明白 但是其實在節目之前大家有談過 就是說好像大摩那份報告 相對來說 其實是不是他那個報告裡面的內容 對於那個豪賭股的評級呢 相對是否比較合理 我都有看過一下 譬如說他對於市佔率上面的分享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看完兩份報告之後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瑞隱的call 是 call來說我是喜歡瑞隱的call 但是我覺得整份報告 瑞隱那裡 我想有兩個位置可以值得跟觀眾去談一下 即是有時一些大行 即我覺得大行分析師有時都很矛 是 即是他可能有些事情考慮也都相對沒有那麼周長 那Morgan Stanley那個整個flow就挺好 不過因為他太著重看好VIP 是 那我認為這個你說如果我拉長一點去看 可能這件事也都未必是 是應該這樣去考慮 所以我call來說我是比較 prefer 瑞隱那份報告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Morgan Stanley的analyst 他寫一份報告的時候 他考慮的因素是會比瑞隱的分析師 充分一點 是 就是這樣 明白 那我先後呢 其實我看到你 例如你說大摩 大摩對於銀魚的目標價 其實我們都拿去做例子 就有說到就是說 一般大行報告其實他就會分 最牛最紅和基本 其實我見大摩的報告 就是好像剛剛Eric所說 就是說他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符合一個 叫做客觀一點 就是他最牛就是說 預計銀魚就在2021到2022年 澳門那個 即他自己的賭收 就是增長95到20% 按兩年 那最紅的話 相反就是說 就是他由85%和10% 那你會見到他那個差距呢 就不算太大 即他都是按說 銀魚那個賭收佔 這個豪賭股總市佔率來看 他會有一個上下限的比較 上限就是說 下年增長95% 下限呢就是 下年增長85% 好像Eric所說 就是這個呢 就是可能比較 相對符合 預期的一個預測 應該這麼說 就是譬如大摩呢 他們在做這個 就是他們很流行的 那些大行 是 整個Bull Case Base Case Spaire Case 那他呢 在計算這個目標價的時候呢 他就考慮了相對比較多的因素 是 那麼他起碼呢 他除了考慮那個 行業來講的增長之外呢 他也會考慮那間operator 即是本身那間 賭業公司 是 他那個市佔率 他會不會被人搶走了 嗯 就是多了或者少了 他都會考慮 那在醉牛的情況 他就考慮過行業也好 他又增 即是增多了市佔率 那他就是一個醉牛的Case 嗯 但是反過來稅銀 其實我想和大家探討就是 他只是考慮了行業的數據 是 那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賭業公司 他們有新的property落成 其實可能他接下來 都是會搶多了那個market share 嗯 是的 那可能就是 變了反過來 你的對手就會被人搶走那個market share 所以market share來講 其實應該都會是有少少的上落 對 那如果你瑞銀那個Case 他沒有考慮到那個market share的變化 那我覺得他 是 應該這樣說可以做好少少 是 可以做好少少 因為剛剛先和Eric說的一件事 我也有留意到就是 就是那個市佔率 譬如說你有四到五間核心的 所謂豪賭股 一線 沒錯 其實你一間豪賭股的市佔率上升了 理論上應該下一間是會減掉的 是的 沒錯 大摩就假設這件事下去的 但是呢 在UBS裏面的報告呢 就沒有預計到這件事的 所以變成其實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去預測的話呢 其實這個數字就未必會很準確 這件事我都… 相對來說 參考性的 我都…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會最牛最紅和基本 他都是拿同一個市佔率來看的 這一點是… 這個很匪夷所思的 大家都看不明白這一點的 他還有另外一樣匪夷所思的 你想想聽嗎 是 我真的想聽一下 另一點匪夷所思在哪裡 那整份報告我都看過一下 其實瑞隱那份報告呢 他都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會擔心賭業公司 沒有客人 是 但是問題呢 就是每天都要… 就是有些燈油火立都要理 是 那他有支出有成的 嗯 那究竟… 大家都會關心就是 究竟這類公司 他在一個零收入的情況下 是 他可以捱到多久 嗯 而不需要再額外集資 是 那他就算了… 那他就… 首先他拿了他的現金 嗯 那就是… 考慮他一個叫Development CapEx 就是在… 就是他那個… 可能他一個定期的支出 嗯 那你一個Monthly OPEX 那些 利息支出 嗯 另外一個是維修的支出 他都有考慮到 但是唯獨一件事 我覺得很Key的一件事 他沒有考慮到 就是本身那堆公司 他那個負債 他沒有考慮到 嗯 那我覺得如果你… 既然你是討論他 就是那個財政狀況的話 那就算你不考慮完 那些… 就是那個總共的債務 你短債 你也要考慮一下 是 但是他一個報告裡 其實他是有寫到出來 他有寫到債的數字出來 對… 但是他是沒有計算到的 嗯 就是他那個計算方法 的方式裡面 是的 就是他… 然後說完一大輪之後 他就認為這個 就是銀魚和這個奧博 那個財政狀況 是相對比較好一點 但是其實 是的 我覺得他這裡 又是可以做好一點 是 因為我也補充一點 就是這個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UBS 其實他在報告第七頁那裡 那麼他有講到 叫做 How long can operators burn cash Assume zero revenue before they need to raise addition financing 就是說 在零收入的情況下 究竟他可以燒錢燒多久 那麼剛剛 其實這一點 我和Eric也有探討過 就是很奇怪的 他列出了一系列的開支 很多不同的項目之後 他竟然去計算數出來 他最後是沒有計算到 其實他負債的那個位置 就是將他 Assume在零的情況下 純粹說他開支 每一個月的總開支 相對於他現在現有的資金 再除回 然後得出一個月數 那就等於成為了他的結果 是的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那結果是什麼呢 按照稅銀來計算 就是說 按照剛剛我們說的 那個在撇除負債的情況下 如果在 完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剩支出的話 捱得最久 你猜到哪間 捱得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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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得91個月 是 所以如果這樣看 這個位置 就是說銀魚 純粹這樣計算 他就比較強 是嗎 那你考慮的債也是 因為事實上 他的債也不會太多 最弱的是哪間 我看資料 就說金沙和美高梅 捱得最短 最短時間 最短時間 多久才可以捱得到 16個月 剩下16個月 所以其實如果 可以看到這些 小小牽絲就會說 雖然他在計算方式上 這個下有事情 我們說他會有些少少遺漏 那但是呢 這個數字也有個參考 就是說 銀魚它零 在零收入的情況下 銀魚CM燒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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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和美高梅 銀魚CM燒成年 然而又會見到 調戲PCM提供這些股票的時候 它也會從這個數字到月 當然 所以呢 他在計算方式上面 就不理想啦 有改善空间啦 下一次都应该做得更加好啦 哈哈 没错没错 好啦 那第一节很快就完啦 那我们休息10秒回到来 转过头呢 我们就会进入第二部的大行的沉堡里面 那稍后回来再见